如何成为一个狠人呢 第一不要让别人轻易看到你的情绪 千万不要到处诉说你有多惨 尤其是刚认识的人 我告诉你 你亮出的每一张底牌 都是日后别人捅向你的刀子 别对任何人抱幻想 谁在背后议论你都无所谓 你不要关注这个 你只需要关注当下和未来 跟你有关系的事情 那些鸡毛蒜皮的事 那些糟心的破人破事 不用打理他 别让这些东西来消耗你 来绊倒你 你不需要人人都理解你 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 道不同不向为谋 第二收敛好你的脾气 狠人从来不会哭 不会闹 因为那些都是小孩干的事 但凡相处的时候 给你了不好的体验 让你感觉到累了 我告诉你 果断的结束这段关系 什么叫及时止损 及时止损就是 当你感觉到这个事失控了 不可控了 立刻在见白白出生而出 讲什么道理呀 没有什么卵用 弱者是没有资格谈判的 你本身就很弱了 还跟那些比你强的人讲道理 这不是感觉非常的非常的可笑吗 即使你是对了 你也没有必要证明别人是错的 你只需要记住一个点 位置不同 少言为贵 认知不同 不争不变 第三 永远不要把自己依附在别人身上 有钱不一定幸福 但一定可以让你多一些选择 生活本来就是 有起有落 有据雨散的 爱也是真的 不爱也是真的 对吧 所以你要学会接受背叛 接受变故 不要因为不值得的人 否定自己 没有人能承受你的痛苦 也没有人能拿走你的坚强 你圈子独立 人格独立 经济独立 有车有房 手里有钱 你才能有底气对每个人说 你他妈的对我态度不好 对不对 你对我什么态度 我就对你什么待遇 只有你有强大的实力 你才能够说这样的话 心是可以碎 但是手不能停 该干什么 该什么 所有的人都是 一边崩溃 一边自愈 在崩溃中间 继续前行 这才是狠人 所有的姐妹们 兄弟们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